能看到自己的习性就是跑出来 所谓的跑出来 那比如说贪心嫉妒心 然后或者就是说话尖酸刻薄 或者是故意让别人不舒服 就这样子 那就是说可以看到 但是为什么就是还是控制不了 就是你就能看着他这样子去反复反复这样子出现 然后并且也提醒自己说 下次不应该这样了 或者说怎么样的 但是就是下一次他还是会跑出来 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玩吗 不好玩 如果你这么早这么年轻 就让你能够控制得很好 也许你就觉得不好玩 是这样 人的习性真的不容易一下子就断除断境 但只要我们有看到 你有看到 有觉察到 他就会渐渐的调整改变 你有清楚觉察到 慢慢的他自己就会不好意思 因为任性久了之后 他会不好意思 那自己就会渐渐的淡化 怕的就是没有看到 或是看不到 那才是真正的问题 如果你有清楚看到了 没关系 你就陪着他玩一支游戏吧 所以怕的就是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又任性 像这样的话 你再怎么修 还是一样改不了 也净化不了 所以有去反观 有看到 这个是好现象 然后你有看到这些 你就给他鼓励嘛 打气嘛 加油啊 很好啊 如果他在调皮啊 任性啊 你就看着他 陪伴着那样 那样的情况 也就是 就好像 他是个调皮的小孩 那你就陪伴着 这个调皮的小孩 好 跟他玩一支游戏 记得 如果你用打压的话 你用打压 他就会积累 后面的反弹的力量 如果你没有明觉的话 你也看不到 或是看到 还是一样继续放纵 又任性 所以如果你能够 就是有清楚觉察 再来陪伴着他 清楚的知道 现在在耍什么脾气 清楚的知道 现在在起嫉妒心 清楚的知道 现在在做什么 然后提醒自己 好好的玩一支游戏 不要白吃苦 也不要做事不负责 要敢负责 敢做 敢当 这样的话 他玩一段期间 就好像 你就好像 提醒小孩子 已经有跟你讲说 这样会有危险性 已经有跟你讲了 那你要这样 要这样去做 那你就是 自己负责 要敢做 敢当 像这样的话 如果小孩子 他 明知道有危险性 然后他还偏偏要去做的话 当他如果他跌倒 他受伤 他不会怪大人 他不会怪大人 然后他会对自己负责 这也是对他而言 是一种机会教育 如果你一直禁止他 不让他去做 他反而更叛逆 反而更叛逆 或是你放纵 然后根本不理他 也没有告诉他危险性 像这样的话 如果他受伤了 他会怪父母亲 所以就是我们清楚的知道 贪心 称心 他的副作用 就好像他的危险性 我们要清楚知道 再来 你要做 就要负起责任 自己要承担 要负起责任 这样知道吗 所谓的承担负起责任 就是说你 比如说 把给别人造成痛苦了 然后 双方起争执了 那你就要为你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争执冲突 痛苦负责 对 对 该道歉的 你就要勇于道歉 人是很难把道歉说 说出口的 人很不容易承认自己 有问题 很不容易承认自己的错 所以我们一样要提醒自己 敢做要敢当 该道歉要道歉 该赔偿要赔偿 要有责任心 要负责 这样就好 就是就好像告诉小孩子 告诉小孩子 你要对自己负责 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敢做敢当 让小孩子练习做生命的主人 也让自己心中的小孩 练习做生命主人 让你的 让你自己练习做生命主人 但是就是要敢做敢当 要敢负责 这样知道吗 师傅 是不是就是像 比如原来可能这样子做了之后 也知道 也知道是错误 或者说 不用转来转去的 也知道是错误 或者也知道是伤害了别人 但是原来可能就是嘴硬 或者说 就是不承认 或者说就是嘴上不承认 这是自己的问题 但是现在的话 应该要至少要尝试 去跟对方道歉 说刚才是我的问题 对 我们一般人就是 习性 有贪心 有嫉妒心 但是一般人是看不到 现在能够看到 这个已经是大大的往前快步了 而有的是看到之后又任性 不负责任 好 我们现在要来到清楚的看到 然后提醒自己 就是要负责任 你要敢做要敢当 你敢起称心 好 这个称心会有伤害 伤害 好 副作用 我们要承担 该道歉要去道歉 这样知道吗 明白了师傅 那始终就是 这些其实也都算是自我的影子吗 对 就始终其实还是要回 还是要回归到就是淡化自我 对 始终都还是这样 对 那是一个过程 那是一个过程 知道了 明白 谢谢师傅 好 到有一天 他慢慢的成长上来 所谓的贪心 称心 嫉妒心 他就自然的就消失的 因为他知道那是 那个不好玩 或是我怕了 叛逆之后 叛逆之后真的会造成恶国 会造成恶的因缘 会有冲突 要去道歉 要去负责 那个是又是 就好像要赔偿 比如说跟你讲说 你开车 你要飙车的话 那他会有什么样的危险性 很多人他就是要找刺激 你不让他飙车 他就受不了 他要发飙 要飙车 那就要告诉他 你飙车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的危险性是怎么样 那你要 要用于 就是敢做要敢当 如果你用那种禁止式的 一定不可以这样 一定不可以这样的话 那他反而更会去飙 而且是偷偷的去做 他就好像 我就是要跟你对立 做给你看 而且当他出问题之后 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 他不会承认自己的问题 如果你告诉他之后 然后再来 反正你就是敢做敢当 要有责任心 你要飙车 你一个是安全方面 你要考量 再来 如果出问题 你要懂得自我负责 不要怪任何人 OK 还有如果有去撞到别人 该赔偿要赔偿 该赔偿要赔偿 就这样 还有如果 严重的话 该进入监狱 要去坐牢 你也要准备 要去坐牢 对 人就是要有这样的 你要有正确清楚的认知 要了解因果 了解因果 要敢做要敢当 这样才不会在那里 无名的冲 然后产生问题的 又怪天怪地 怪东怪西 怪别人 这样人的那个叛逆的性 叛逆的习性 才会逐渐逐渐的改变 就是要 自己要清楚觉知 我们做什么 我们要自我负责 说 我负责 这个 我负责